同樣在溝雄有大樓住戶是在開館委會的時候 才發現建商是在大樓蓋好之後 沒多久 在頂樓呢 加蓋了一間大的辦公室 由於這辦公室呢 幾乎快要把頂樓平臺給占滿 也讓住戶擔心會影響到投身 因此對建商來提供 如今法官的議審判決建商是敗訴的 需要把公辦公室給拆除 把頂樓平臺還給大樓住戶使用 住戶比著建商在頂樓家蓋了辦公室 相當不滿 他說建商把頂樓陽台當自家的 蓋了一大間的辦公室 讓員工使用 還有密碼所管制進出 住戶還說這棟大樓是民國79年蓋好 但是才剛蓋好建商就在 電梯井旁邊蓋了一大間的辦公室 通行空間變得相當的狹窄 從制高點往下看 辦公室的空間就有247.05平方公尺 旁邊的鐵皮也有56.81平方公尺 兩個違建部分加起來 幾乎就要把整個頂樓都佔滿 萬一發生火警恐怕也會影響逃生 因為頂樓平臺是安全設施 逃生在用的 那如果今天被他們的那個建築 這樣子佔大面積的話 發生什麼火警之類的話 也會妨礙到投身的安全 住戶不滿告上法院 結果法官到現場勘察發現 辦公室裡頭不但有位於設備 甚至還有會議室跟電腦機房設備相當齊全 後來法官一審宣判 建商必須要將違建拆掉 把頂樓陽台還給大樓住戶 我們樓上是不是有那個違建的狀況 我想說來不是吧 我們想說來了解一下 針對判決結果 建設公司的老闆不願多做回應 雖然建設公司會不會再上訴還是未知訴 但是對住戶來說 透過法律途徑打贏官司 希望建商儘快將違建拆除 讓住戶也能夠使用陽台 真的是小蝦米戰勝了大鯨魚 記者李寶仁 陳立國 高雄報導